你好我是維尼 那我們今天要開箱的就是畫面上這一隻沒錯 就是我們的SHF 魯父武黨啊 那我只能說萬代代之前啊 算是去年的話呢就是有開啟我們 航海王的也就是海賊王的那個SHF系列 但是我覺得非常的棒 雖然說他在之前也陸續的開死神啊 火影忍者很多其他的動畫IP的SHF 但是我覺得這都是對喜歡可動玩具的玩家是一個好事情 怎麼說呢因為以往像這些動畫IP 他其實最大的那個商品的部分 都是出在景品啊PVC啊 然後有些的話還有所謂的GK跟雕像 對但是呢對可動的部分呢他們就出了非常少 所以這幾年萬代開始這樣做我覺得是對我們來說 至少對我來說我是很喜歡的 嗯那我們就來看看這個合繪吧 基本上呢就跟我上一次介紹怪獸8號一樣 一般販售的話呢一樣就是有一個透明的西數包裝 可以讓你看到內容物 然後上面的話呢這邊有一個作品名稱 然後下面是他的系列名稱SHF 然後呢Monkey D. Luffy就是魯夫啦 那魯夫這個名稱的話是以台灣的話 來說的話是這樣 那國外的話好像是陸菲那些呢 不管啦以台灣為主啦 那這邊的話就是五檔啦 誰知道未來會不會再出他 出回去他的二檔或三檔 還有四檔不知道欸 然後呢一樣下面有一個防偽標籤 然後這邊右下角萬代mark這些好 然後呢側邊的話呢 這邊就有他的那個 其他的頭雕的那個展示的部分 其實很豐富非常豐富 然後封底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有他的那些知識 我是覺得非常好啦 就是 基本上就還原我們那個尼卡形態 然後這個很誇張的那個頭雕都有 對 然後這邊這樣 好直接拆囉 拆盒拆盒 這是從這邊開 那我只能說呢 基本上我 自己也有收其他隻啦 像 最初的那個是 魯夫跟 呃 索隆 他相機是我忘記我有沒有了 對 對 然後我們打開來的話呢 盒子先放旁邊 那直接給大家看內容物 那 因為我這樣 補光燈會不會太強 但是應該是很明顯 呃 大家都可以 等一下我把上面這層也拿掉 拿起來 好 這邊就看到他的內容物非常的豐富 比我們上次的 怪獸暴王的東西還要多 那 本來 就 中間的話是本體 然後 光是那個替換連型的話 就有 一二三四 四個 正確來說是五個啦 一二三四五 對 然後替換手的話 雖然沒有很多 但是非常夠用 一對兩對三對 然後下面還有他那個 伸長手的部分 然後這邊還有他那個雷的那個 就是他那個光的那個科效 對 然後基本上我把他本體拿出來 那這邊有做一個 算是一個小保護 那 基本上可能會鬆鬆的是正常的 因為 我不知道為什麼欸 就是海賊王 航海王他們這個產品好像都比較 有啦 這邊是緊的 好還好啦 那可能是我摸到這個吧 這比較鬆 對 那我們先看一下內容物其他的部分 那我就用進 來啊 五 嗯 這樣子 那這邊有看到他那種 生氣的臉 然後 算微笑嗎 生氣其實有兩個 然後還有驚訝的表情 驚訝的表情的話 他是 舌頭 跟那個眼睛都有做出那個立體感 那我是覺得非常的不錯 對 然後還有這個造型 哇 我可能說 呃 就是可以依照自己的心情去換 還蠻不錯的 等一下 這邊 還蠻不錯 這個臉 對 所以就是你看 如何都可以替換這樣 然後下面的話呢 後面就有放他的 他還有附一個支架給你啦 算不錯 以往有些SHF這邊有在附支架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那個 生長手的部分 對 這邊就有 哇 這個手真的是 他為了還原劇中那個 那個 尼卡果實 那個 尼卡人那個人力的話 他有附這個手給你 對阿 真的是非常不錯 然後這樣 這種感覺 嗯 呃 是有點像Pocky啦 但是這不能吃 沒有啦開玩笑 好 那我們直接來看本體吧 那今天會著重在本體的上面 對 一直以來我都是著重在本體 就 就大家來看的話 基本上呢 他的這個 臉的頭雕是做得非常好 了 光燈 唉呀 用這樣好 這樣 會太亮嗎 哼 總之呢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 表情的還原是非常的高 然後其他這些 然後可動的話呢 我們先不說他這個會被干涉 這個東西呢 他其實是可以拿下來的 對 這個他尼卡其他那個樣 這邊拿下來後呢 再拿下來的狀態下 平舉這些都是沒問題的 對 然後這邊的話呢 他有一個 因為他衣服這樣 的關係 要不然他手手 假如你說之前的一般魯夫的話 是可以彎 嗯 然後腳的話呢 平台的話 平舉的話是這樣 對 然後 差不多 然後 往前台的話 他就有這個 庫管這個干涉 對 庫管干涉 那他其實這隻的話 你說可動的話 我拿我之前的 這邊有一個之前呢 有我們的一般魯夫 這樣比起來的話呢 其實啊 他在可動的部分 我覺得他為了還原造型 所以他將這邊的可動拿掉 對 是有點小可惜 我是覺得他其實 一樣的手臂 他是可以用 就是 比如說就算你沒有替換件 沒有去把它替換的話 等一下 比如說你沒有去替換這個的話 之前的話 你還可以像我們之前的魯夫這樣 這邊是可以做關節 讓他去可動這樣 這樣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 假如他設計是跟這個一樣的話 會比較好 可是他沒有 他這次就拿掉 對 可能是考量到 他要多次做一些伸展的動作 對 但是我覺得 這就有點小可惜 那 至少其他的部分 都蠻不錯 對 然後腳的部分 這邊的話呢 他這次腳的部分也是 腳的部分也是沒有做可動 我覺得有點小可惜 這邊你看 一般魯夫這邊是有的 對 可是我是覺得他可能 未來會再出一隻嗎 不知道 你看他這次的可動 就沒有像以前做的那麼大 我是覺得這點是讓我覺得 有點可疑耶 對 他其實有能力做到那麼大 他不做 不知道為什麼 對 這邊你就可以看我們這邊魯夫 其實 可動的話 一般魯夫的話 是可以做很多啦 對 然後 平台的部分也非常大 可是呢 這一次的尼卡魯夫的話呢 他不知道為什麼 以造型優先 當然你的腳是可以開到很大 但是呢 他是 還是會被褲管給擋到 那手是先 這 當然他是有一定的動作啦 只是我是覺得 他腳可以更多的伸展的話 會更好 對 當然有可能是 怎樣 我看一下 對啊 我就記得他 他是可以這樣凹啊 但是問題是 對啊 不行喔 大概停頓了一下 就是在找 因為他畫面上是 封那個和會上是說可以 就是可以彎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對啊 不行喔 所以 欸 該不會要採用的 等一下喔 我看看喔 喔 我懂了 他變成不是外露 可是 要用藥喔 等一下我看看喔 這看起來好像不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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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該不會他是 不是 叫你用成這樣 叫你用成這樣 呵呵 但沒事真的 我懂了 他就是做成這樣啦 就是 他不是採取那個啦 這種關節的 蛤 可是這樣的話 凹久的話會不會對他本體有傷害啊 不知道欸 就 這個台詞我是第一次碰到欸 對 這蠻還原但是 他等於是叫你去 凹他的 可能他們用了一個新的技術吧 去凹他就對了 這樣才可以做一些可動 可是我是覺得這樣 有好有壞 這樣玩久的話 到底會不會變成這樣 這個我就不知道 對啊 腳的部分 他是這樣 叫你這樣凹 對 然後手的部分也是 有凹的話就可以做出那些 那個幅度 啊 呵呵呵 放鬆事故 啊沒有 反正沒差 他也是要拆下來 他本來就可以拆了 我在緊張什麼 欸 裝回去啦 他裝回來 呵呵呵 所以他是用了 喔 對啦這邊有血啦 我沒注意到 喔 這邊有血啦 這邊他內場的手跟腳 有 那個 高可動力的那個 關節 所以他其實 他做到那個 算內場嗎 可是好像又不太一樣 對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這個 該怎麼說 這個技術我會慢慢看 因為這個技術有好有壞 當你玩久之後 這個東西 是不是會 遲早會有一個 比如說 疲 疲勞那種 類似金屬疲勞那種概念 就是會不會壞掉這樣 我不知道 因為 我也是第一次碰這樣 我之前沒有買過類似這種的商品 就是 他本身做到 他也跟相鏡又不太一樣 所以他有延展性 他可以再回來 但是這樣玩久的話 然後我們不知道他這邊會不會 這個7R會不會裂開這樣子 對焦一下 所以這 這次尼卡的話 有好有壞 我自己個人覺得 當然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其他的玩具 比較大的玩具 頻道他們的評測 是如何 對 但是你說他是蠻還原的 對 但是 因為大家一開始我沒發現 他有這個機構 所以呢 我還以為他沒有做關節 結果他是做這樣 那你要說這個 像我們這個 算之前的魯夫的話 算是傳統關節 對 那 這次這個魯夫的話 算是採用新的 但是我覺得他也不是每個角獸這樣 只是 剛好魯夫的 這次尼卡的克性 是符合可以使用這個 嗯 因為你說像其他那個 後面 他們要出的死神啊 或其他火影的 其他的新品 他們還是用 這種傳統關節居多 嗯 對 所以我是覺得剛好就是 因為是尼卡 所以是有這個特性這樣 然後我只能說 嗯 你笑的好開心 等一下 再用陰影 好啦 總之呢 這次的話 我是覺得呢 以可動玩家來說 是值得收藏 對 那我說的這些問題點呢 大家可以斟酌一下 因為我是覺得 他是符合他的角色特性 然後去做出這樣的 然後去做出這樣的 這樣的那個 設計 但是呢 我自己是覺得有好有壞啦 嗯 好啦 今天的開箱就先這樣啦 那飲上這個 開箱的話呢 假如大家覺得還可以的話 可以幫我按讚 跟分享 還有訂閱喔 訂閱就需要大家幫忙啦 之後的話 有些影片我會拿上去我的攝影房間 比較正式的拍啦 對 因為像SHF還算比較小 我還可以在房間這樣拍 對 但是其他你說 最近到了一些東西 像那個 GN裝甲的低裝備那些 要重現的話 真的需要大的空間 對 這之後我再 就是拍攝吧 嗯 那今天魯夫這個角 講得不好也請大家見諒啦 那 呃 訂閱跟分享 還有按讚 就是麻煩大家啦 呃 你好像也不能這樣講 呵呵 總之啊 大家假如覺得我 拍的還可以的話 再給我這些就好啦 對 畢竟 呃 我也在努力啦 呵呵 對 那 應該會再 補拍一些姿勢吧 用短片 shows的部分吧 OK 那就這樣啦 那就 下支影片見囉 我是維尼 掰掰